TFBOYS打撞球姿势独特,王俊凯坐桌上,千玺单手撑桌,王源最搞笑。 撞球也是一门技术活,学好了,你可以耍帅,学不好,分分钟出球。 TFBOYS也是好玩撞球的男生,当年他们还没有现在火的时候,就会聚在一起打撞球,当时TFBOYS组合发博说,千万不要被打球姿势给迷惑了。 先说王俊凯夸张地打球姿势,直接坐在撞球桌上,不过这个手和眼神还是很到位的,就是不知道技球没有,反正姿势给好评就对了。 有没有发现王俊凯打撞球就喜欢坐在桌子上,可能那样打球比较稳吧,也可能他对撞球桌有很深的执念,要抱一下培养感情,那样容易进球。 王源的姿势没有王俊凯那么夸张,从侧面看上去很乖巧,姿势已经摆好了,眼睛只盯住球杆,看来是要攻击了。 而易阳千玺呢,这张简直就是回忆杀,小小的个子,小小的样子,看起来就很萌,还穿着自己英元色的短袖,看来这一杆会进球。 这才是小时候的男生贪玩的样子,对各种球类运动感兴趣,篮球,足球,羽毛球,撞球,不管会不会,学就对了。 看姿势,他们是初学者,不过慢慢的,也就熟练了。 这步,在我们的少年时代中,TFBOYS又接触到了撞球。 看三小只相约打撞球啊。 易阳千玺这姿势,看起来很轻松的样子,平时一定没少练习,最后也确实是进了好几个球,果然沉住的人比较容易进球哈。 接下来轮到王俊凯了,这姿势倒是很到位,身子压下去了,臀部翘起来了,肝子打直了,眼神也到位了,就是这个球,怎么老是不进呢? 看起来三个人都有各自的打撞球姿势啊,王俊凯坐在撞球桌上,易阳千玺单手撑桌,而王源是悬空打球。 王源就比较搞笑了,这肝子拿得像金箍棒一样,表情也很滑稽,看来是要玩大招啊。 最后进球之后还说了方言,看来很兴奋啦,最后被配上了下图的文字,毫无违和感。 而从那时起,粉丝应该知道三小只是喜欢打撞球的男孩子了,这部,王俊凯工作室还更新了王俊凯玩撞球的视频,不知道小凯什么去玩撞球了,但看到视频,还是很开心的。 王俊凯的球技也进不了不少,重点是这个姿势,再加上这张帅气的脸,活脱脱偶像剧男主的样子啊,不拍偶像剧真的可惜了。 白色衬衣再加上精致的脸,这就是好多女孩子心目中的另一半形象好吗? 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到王俊凯那傲娇的大长腿,之前打球是坐在桌子上,现在倒是不坐了,但是把腿翘起来了,用劲的表现,哈哈,不坐在桌上也要把腿翘到桌上。 一阳千玺现在打球也沉稳了许多,肢体动作很放松了,但是球杆的力度丝毫没有,看这姿势,这速度,小编忍不住为他打core。 好了,咱们的棒球小王子算是聚齐了,相比起三个人打撞球的姿势,王源搞笑,一阳千玺沉稳,王俊凯就比较夸张了,不知道你是哪种姿势呢?